章河社区发展协会为了让长辈借着电玩游戏来增强手脚运动及活化脑力 因此透过现议员章家泽向县府争取补助设备 日前县府实际前往了解 章家泽议员希望能早日核定补助 帮助长辈身体更健康 章河社区去年有参加电玩比赛 结果我看到章河 章河在比赛时很生殊 我说 哎呦 这样不行哦 这样我没想着办法来组组软体游戏 这样对章河做的话去比赛也很不公平 所以我就去找章家泽议员 麻烦说那我们120年度的配合款 你是比方伯伯伯来买电玩的东西 章家泽议员他也满口答应 很爽快说 OK 没问题 每年的奖会都会开这个边缓来划 章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昌曲表示 因去年社区参与县府所举办的电玩比赛 而长辈在比赛过程中对于电玩操作等都相当不熟悉 因此为了让长辈能够多加练习 也希望能够为社区填购电玩设备 也感谢议员章家泽对于社区的奉献与付出 我就已经顺利去加工所的路纹 说我们长辈社区有需要这套电源的资料 让我们长辈来算 减这个运动和延迟老法都很大帮助 今天也感谢张家泽议员 对中国社区的支持 感谢他 今年说的会 今年他有带我 在这里感谢家泽议员 先云章家泽表示 先来感谢长河社区长期以来 规划许多课程让长辈参与学习 而电玩对于长辈来说 不仅能够愈娇愈乐 边玩边运动 更是能够达到延缓老化的功效 也期许电玩设备能够精速来添购 今天很高兴我们张和社区 他们以往也有参与这个社区的 运动竞赛过程当中 他们认为像这样子的一个 配合电玩的游戏 可以让长辈达到寓教娱乐 可以边玩边运动 然后也可以边刺激头脑的运动 这对长辈的活动力来讲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也希望长辈越来越健康 所以透过争取这样子一套电玩的设备 就是希望长辈来到社区 不只是上课之外 他们也可以透过玩电玩的方式 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头脑 都一起动一动 现今社会科技越来越发达 许多长辈更是跟不上科技的脚步 现有的张德泽也期许 社区在电玩设备天空后 长辈们除了能够熟悉电玩的操作外 更是能够达到手脚运动 及活化脑力的功效 记得中文君蓝头彩虹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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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